这次去巴帖,终于看到了网红版的印巴边境降棋仪式,之前看过朝韩三十八线,感觉真的没有印巴降棋仪式来得刺激,好啊。 关键是印巴边境的降棋仪式是带有强烈的表演风格的,从形式到肢体动作,再到眼神,一脸严肃的两边的边境警察搞笑得很,简直让我们这些外国人捧腹大笑,可以说,印巴边境降棋仪式。 是全球唯一有两个国家同时进行,且每天必有的仪式,也是全世界最搞笑、庄重的国家社交仪式。 正常来说,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瓦加边境降棋仪式,是每天有两国边防军人共同完成的在瓦加口岸。 一边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游骑兵,另一边印度安全部队,边境安全部队。 这个降棋传统仪式也是自1959年以来,印巴两国共同遵循的最重要日常军事惯例,一是每天日落前准时在瓦加边界举行。 在1999年克什米尔的阿曼塞浦口岸开放之前,瓦加边界是印巴两国之间唯一的公路口岸。 巴基斯坦一侧参观表演的女性观众宗教原因,男女分为不同的观看区域。 每天的边境降棋表演,印巴两方都能引来大批的国民和外国游客参观,这也为两国边境景区,创造了客观的门票收入。 三名身着巴基斯坦军装的小男孩在仪式开始之前,八方一侧的建筑上,挂有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肖像。 仪式即将开始,一名巴基斯坦边防士兵,走向印巴边境大门,其后跟随一名首举巴基斯坦国企议的残疾人,边走边喊着某种口号,我猜这哥们儿是印巴冲突中被炸残堤平民,来这里向印度人示威的。 仪式即将开始,两名巴基斯坦边防女警,跨步走向印巴边境大门,边防女警和一名步兵站在印巴边境八方大门一侧。 女性观众席,一位女观众正在拍照,人们巧手期盼仪式的开始。 随着边境两边各自发出的一阵小号声,将其仪式正式开始,八方一侧,三位由骑兵款款而来,不是迈着方步,也不是正步,而是高抬腿,喊着口号走向大门,看上去动作虽然有点夸张,但还是比较威风的。 印方一侧的士兵也以同样的方式向边界走来,敞开的边境大门两侧,有两位军人代表,进行仪式正式开始的握手。 随即,印巴两方士兵展开夸张的护凳比赛,看看谁眼大,看看谁更有威射力。 八方一侧的男女游骑兵,仪式开始,印度和巴基斯坦边防军人开始卖力,的进行高踢腿比赛。 八方由骑兵还有专次助力加油的后援团,一名士兵带领其他士兵面向印度一侧,一边大声喊着口号,一边做出夸张的动作和表情,他们正在展示一种恐吓对方的姿态,向印军展示力量,并挥舞着铁拳,扶过来比比,打不死你才怪。 八方边防兵派出了更厉害的士兵,动作更加夸张,感觉印巴边境仪式更像是个清新编排的节目,上阵的双方士兵快速地进行着舞蹈一样的动作,是边境仪式的比拼,士兵也代表了两国的竞争关系。 看到精彩处,印巴双方的观众,会站立起来,给本国士兵大声地欢呼,鼓掌,欢呼雀跃的男观众。 夸张的仪式表演,每天都吸引来自边境两侧的大批国民游客和国际游客,当太阳落山时,仪式已经进行过半,印度和巴基斯坦,德国旗,也开始徐徐降下,舞蹈一样的仪式动作,浮夸,滑稽,但又不时严肃,紧张,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边境仪式了。 跳舞演员各自向后撤身,为各方军人腾出位置,两方开始在军乐中降下国旗。表演继续,舞蹈演员退场,换人继续对掐。 找肖啊,怎么的,不服啊,印巴双方起手,各自从阵列中方部走来。 仪式末期,两国国旗协调一致的降下,两国国旗,同时落地,双方国旗被折叠起来,仪式以双方士兵各自撤退为结束,双方士兵完成最后一次粗鲁的握手,或者是用力再掐,然后印巴边境大门再次被关闭,八方由骑兵继续高踢腿回到军营中,当日将棋仪式宣告结束。 热情的女游客,目送骑手士兵返回军营驻地。